一個是十七萬八,一個是十九萬八 兩套單位有兩萬元相同的護益 靠近海,因為我們一看出來的就是看這個海景 這個流浪位的話,肯定是一線海景 還有也是看遊艇碼頭 空間它用了就是用盡它,然後放一些東西不同 就是跟平常生活的話,有多少東西不習慣 再一個就是這裡面的空間,闊度,真的很大 2377 852 6696 2377 空間不 mirac 平常結 Choerry 除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现在跟通仔说 从刚才的2号楼走到6号楼 6号楼是合生海国1号楼网位 这一座是最前排的 刚才拍的2号单位是5号楼 没错,同时那边是3号楼、4号楼、5号楼 这是6号楼最漂亮的位置 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生活都非常方便 因为快递和美团优损 全部放在一楼大堂里 还有一个大堂里也放了一些梳化 其实这里有什么美团优损 这里就方便热煮 这里其实过去市场不算远 近也不算近 但是你方便热煮 如果不想出门 你手机录单 你买菜就可以送到家 没错,美团优损上 上面就是生活用品和饮料 瓜果蔬菜、肉类等 全部都可以买 但是建议吃新鲜些 都是在街市那里买 虽然说它上面的饮品 真的很便宜 比街市超市买都很便宜 还有一个 这个6号楼 现在这个楼盘用的 电梯全部是日纳的 就是名牌东西 还有一个 电梯真的有那么宽 这一栋楼也是三梯的 都是三梯白火 白火 现在它总共是31层 嗯,没错 这个电梯来说 它保养得很新鲜 还有电梯里面的卫生 都弄得比较OK 新鲜干净 还有一个 这里看出来 看到前面的5号楼 每一栋楼的电梯间 都说有一个窗 就是这边的彩缸度 完全OK 好了 现在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个就是705 705 就是电梯间那边 一走过来 就回到家 这一套单位 它是单间 单间到时候交标 现在可以全部看到 之前的业主 应该是时不时 有回来这边度假 没错 其实这套单位 真的度假 非常适合的 没错 同时它这边是洗手间的 一门 它这里做到一个洗手间 说真的 现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就比较暗 说真的 如果说上洗手间 肯定要开灯的了 到时候这个 三断式 然后它入面的话 这个临浴区来说 这个业主是装了的 电的一个热水炉 在这里 这边是临浴的 如果 如果最高一点 你就 是啊 我猜了 1.78的身高来说 我站在这里 就站不到 站在这里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它马桶和 晶盘这些 全部都搞定了 唯一的好处是什么 它这里 现在是开了灯的 这里是有一个排气线 还有这里有一个窗 哇 你的窗 啊 可以打开去的 可以通风的 啊 那建议 都是在洗凉的时候 都是要开个窗 啊 因为这一间间的话 49.5个方来说 洗手间可以做到三断式 都算 OK 标准 就是OK的了 这里呢 它就是开放设计这个厨房 嗯 它这个就是一个电子楼 就不通烟气的 没错了 它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放这个洗衣机的 嗯 洗衣机 就在这里了 是啊 没错了 因为开发箱它交标 它这个水龙头和插座 就设计在这里的 啊 还有那个 嘶 我觉得很新奇的一个就是 煮饭在那里 洗衣机就在旁边 不是放消毒碗柜和洗碗机的 啊 没有什么 没有事的 对了 没错了 空间它用了就是用尽它 然后放些东西不同的 就是跟我们平常生活的话 有多少的不习惯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实际里面的空间 宽度 真的很大 其实 嗯 有几块砖的 一二三四 嗯 这个空间有三米半 其实呢 你这里呢 放了床之后呢 还可以放更多 可以放到这种座室 面具和电视器也没问题的 没错了 来这边这一位 就是放电制座衣具 也是可以的 嗯 没错 这一排呢 应该说这些位置留好 直接到顶上去 对啊 应该都有个 两米二左右 这里 嗯 看来呢 这一部单位都很新正 这个冷气呢 冷气的业主装好了,是隔力的 我帮你搞定了 最重要是这个景 其实我们上来的楼层不算高 虽然这一阵是二线的海景 但其实看出来 跟一线的海景没什么差别 没错,最重要我觉得 虽然现在这栋楼是二排 但是这里看出来的景 我觉得是很丰富的 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园林景观 还有海景,游艇码头 还有海湾大桥 还有对面的山景 对,那些景观来说 真的有很多层次比较多 就看起来,哇 还有这里的楼间渠这么阔 看出来真的很舒服 刚才我们在花园的时候 我还忽然这一层 其实会不会看起来的景 其实不太漂亮 其实你上来的地方 选择一下 就是这里看起来的海景 真的和一线海景看起来 真的没有什么差别 没错 还有这一套 05号单位是正南向的 对了 完全正南的 东南的那边 左边的那边就是东 对了 然后它的阳台这样斜着 刚刚好看起来的 这个什么 这个海湾大鱼 这条路对着 车水马龙 然后是财运行通的那种感觉 对吗 其实说真的 这种单间买回来 真的度假 非常合适 没错 同时说这个阳台 它的阔度又这么阔 到时候都可以放一个茶桌 和两张椅 可以坐在这边 这边喝杯茶 或者喝杯咖啡 欣赏着这样的景 对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一套单位的价位 我真的不想说 说出来 怕会吓到观众朋友 其实你几宅过方 快来失离 晚就买得到 这套单位 非常便宜 对了 没错 像我们旁边的核镇和荣厂 其实都没有10多万 没错 沙海国一号 我们当然找到了 非常便宜 对了 这一套单位 跟大家套底 17万8 一口价 富批的 这个业主没有住多少次 还有它里面的装修和傢俱 看起来都很新 对 其实它里面 没有什么傢俱 可能它过来这里就只得 这个床 它可能就过来这里 可能住一晚两三晚 就是这样的 对了 到假的 没错 有可能就是 跟女朋友过来度度假 比开酒店 说真的 你现在真的假日过来度假 最起码都是400元起步 住单间酒店 差不多 自己有一套单位在这里 带个女朋友回来都比较有面 看完这套单位 我们再去看相同的户型 那一栋楼比较不得了 是榴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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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这一套 就贵了一点点 好事不宜事 现在我们就出发 去看看 好了 现在我们就上到九楼这里 那这一边都是两边 一样是四伙 不是啊 这一栋楼好像是三梯十伙 哦 这边五套 还有那边右手边也是五套 这一栋楼是三梯十伙 这个要更正的 但是我们看的这一套单位 它也是对着榴梯这个位置 对着榴梯 虽然说就是 这里没有窗 但是多了一个消防风吐的门 对了 再一个一进来的这间 其实业主 他也是有时不时的 过来这边度假的 还有一个 他这个洗手间 其实跟我们刚才看的 二号楼那一套 它会员也是一样的 对了 都是有个电的热水器 还有排气线 还有一个窗的 不过他这个门应该是这样的 这样 轨道式的 对了 没错了 还有升盘在这里 这一家看起来就好像一人两夫妻 过来度一家的 还有有时带着那些四鸣仔 还有在救星园 好像这些应该都是拔佬的 我看到这里好像有茶艺 这个热柱应该都是喜欢忍茶的 肯定是广东人 对了 同时它这套单位设计得比较有feel 是吗 它这个就是全部都重新做过 对了 做过了一个长漆在这里 对了 还有它在墙上还挂了一些壁画在这里 同时我看它这里还做了一个风扇 风扇灯 风扇灯 最后它又有冷气 每滴的 每滴的 同时 这个热柱应该是比较怕热的 又要风扇又要冷气 对了 不过这个阳台和门一打开来 是一样通透的 不是 刚才我们看的那一家专家 跟这一家比较 其实它这个 但是这个床 你所谓的比较好一点 嗯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就是这个位置可以放衣柜 对了 没错了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小的客厅 这里还可以放一个电视 对了 没错了 就是每个人摆放的方式不同 对了 但是给人感觉这一套 做到场面之后 蓝色搭上蓝色的调子 真的 这些颜色看起来比较OK 对 比较有感觉 靠近海 因为我们一看出来的 就是看这个海景 嗯 这个流氓位的话 肯定是一线海景的 哦 还有 都是看游艇马头 还有这个沙滩 对了 这里是看沙滩的 嗯 冲仔 我拿个Post机来 你和这套单位 滚在它买回去是吧 我有空的时候 我会带上个望远 望远镜在这里 看看我那些美女 这套单位 你稍微不晚 可能找到这套单位 还是留给观众朋友买吧 你还说真的 你买了回来 我有空 我说过来 我带一支羊酒过来 两个人在羊湾的时候 或者是太阳 现在太阳下山的时候 我要坐在这里 盯着别人去洗澡 或者是打排球 嗯 再一个呢 除了看沙滩之外 海湾大桥呢 真是一样看得到的 就在面前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 有些吵 有些车正在走高的时候 有冲仔吵 但是车过去的时候 这个噪音就比较大了 是的 这个是唯一的缺点来的 但是呢 这个景色真的没得说 还有它这个价位 再一个呢 是喜欢钓鱼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呢 他这里一走下去 现在那里 拜了几部车那里 很多人在那里钓鱼的 是的 哦 那里钓呢 有很多那些石斑啊 对吗 还有一些泥马啊 鱼啊 就比较多一些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了 嗯 就是这个 因为这里是 广东省的2号6道 嗯 非常漂亮的 就是你如果散步啊 其他车都非常舒服的 是的 没错了 再一个呢 这边第一排的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都比较稀缺一点 而且这栋楼 现在拿出来买的业主 就是不多的 没错 以前呢 它这边楼王单位 你是最后一座 推出来买的 所以它后面买过来的价钱 其实假单的时候 是比较贵一点的 但是现在呢 这套单位 跟我们刚才拍的那套单价呢 你就双差两万元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 是的 没错了 就是喜欢安静一点的话 就可以选择正先2号楼那里 是的 或者是对于这个 嗯 景观 又不怕 有一个车声的话 嗯 就可以选择这套 其实呢 我就是觉得呢 刚才我们拍的2号楼那套呢 和这边看出来的 其实都没有什么 很大的差别 但是只不过呢 它这个装修 你就可以一来选择 那边就比较舒服 是的 有可能这2万元呢 就是多了这个热煮 多花了一些心机 在这里 嗯 再一个呢 其实靠近的马路也好 那我们看完了这两套单间的了 嗯 一个就17万8000元 一个呢 就19万8000元 对吧 两套单位又相差了 2万元相同的户型 还有都是一样 带了傢俬 还有一些冷气啊 小的雪柜啊 这些啦 其实这种单间呢 真的你买过来 就算你换了这个家具 其实也接不到什么钱 重新花了几千元 就可以重新买一些新的就可以了 是的 没错了 那好像我们上一集拍的两房单位 对吧 有喜欢大一点的就是两房单位 都是三十几万 就比这个大了一倍 对了 就是两房单位 跟这边我们现在拍的这个单间 其实客生这个流盆 他现在我们今天找的这几套单位 价钱来说比较平的 你跟客战来比的话 你客战单间也要二十几万 没错 你相差差不多相差十万元 在这里 你可以重新 这个单间重新去装修就可以了 对了 没错了 就是买这种二十万不到 还有三十几万的 一房和两房 看你各人的需求 没错了 同时说 这种这么純的这些单位 都是比较少一点的 没错了 就是这么兴趣的观众朋友 真的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没错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 都可以跟热主再谈点 这个价钱 都没什么问题 没错了 我们会尽力帮你 拿到最适合你心水的一个价位 没错了 再一个最重要的是 想知道惠州有什么 笋盘笋的 就订阅我们的频道 是吗 或者是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意见 或者你是想了解哪个楼盘 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去现场那里 帮你去拍一些视频 给你去了解 或者楼盘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WhatsApp我们 或者是电话 微信 都可以的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回到你的 喜欢这几多单位 都是欢迎过来实地口查 这都比较近一点 是的 好了 今集节目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期再有再笋的单位 我们再介绍给大家 拜拜